大家好,今天是2月5号,也就是端月初五,就是我们的休息日,倒数第二个休息日 那么明天再给大家讲就是我们对咱们的A股市场综合分析这个全球市场 我们给大家明天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就是A股市场的下周开盘的一个情况 关注什么板块和个股,咱们明天直播的时候再说 那么今天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咱们如何去更装,就跟着这个机构 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尤其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它就是这么一个市场 就是任何一个个股只要有了机构的关照,它才有可能涨 那么昨天跟大家讲了就是它的这个稀货,拉升伊朗的之前,原点之前的打压稀货 原点之后拉升的伊朗稀货 那么它在这个阶段就拉了一倍以后,其实机构并没有稀货 那么它还要经过什么,二浪的稀货 因此说二浪是这个我们在交易过程中最复杂的 也是我们这个散户投资者大家最不好操作的,最不好操作的 那么今天呢,其实我给大家讲,其实二浪的 就是我们从自选股里面要选很多有二浪的股票 是很正确的 因此说这就是说什么呀 我们很多就是我的这个职业交易员的这个思路方法给大家的肯定有碰撞 大家都是喜欢什么呀,抄底去找那个四浪,前期四浪下跌的个股 而我呢,给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选二浪在二浪中的股票 才是未来的好的,就是容易涨的股票 当然很多时候了,我们的伊朗能不能做 当然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二浪是我们的,伊朗是我们的那个买点 是我们的第二好 那第一好,在二浪的过程中,是我们最好的 因此说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二浪的情况 我们顺便就知道我们那个二浪那个买点 为什么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也看很多的图形,我们去看屏幕 那么我们看屏幕 大家看就是,因为上一期,上两期节目给大家讲了 一个是第一期就是星波浪理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一二三四浪的一个过程 上一期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原点的确认 有三个条件,技术图形当然有三个条件 当然很多我们可以用一些基本面 比如说这个板块有利好 当然我们的技术图形也随之到位 就是大家多一些条件配合肯定更好 因此说我们的原点是确定的 那确定了以后,大家看这个目标位 我们伊朗也是确定的 当然我们以后呢,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 这就是通过这个筹码 我们要判定它到底是不是伊朗 不是说辣一倍的都是伊朗 那么还有一些油资辣的也就不是伊朗 因为说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大家记住,因为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就是 长期的一般就是两三年的一个机构 用作这个个股 它一般能涨到四五倍,五六倍 有的能涨到十倍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什么 讲就是伊朗结束以后 因为它通过这个初级的吸货和拉伸吸货以后 初级吸货就是打压吸货 在这盘整打压吸货 机构其实还没有 这个真正的装还不能控盘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票 它没法去拉伸去 对不对 因此说它会进行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就是第二个波浪的吸盘吸货 这么一过程 这个比较复杂 这个二浪 我给大家讲就是所有的浪里面 就是二浪是最复杂的 也就是我给大家讲过 咱们交易的两个细胞 就是单边和正当 因为我们交易的最基本的图形 就是单边和正当 这两个 是吧 有的是什么呀 单边加单边就是微星反转 微星反转 那么正当 单边正当转化 这种这是正常的 一般一个单边好像走完以后 都会有一个正当 正当完了以后再有一个单边 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正当和单边转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呢 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二浪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一些案例 一般整个一个个股 它用作的时间 大概就是两到三年 两到三年 有的稍微快一些 不到两年 大部分都是三年以上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案例 就是上一次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上一次我给大家讲的 性结电器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它最低点是17块1毛7起来 大家看这是一浪走完 差不多34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看这是二浪 它一直在走二浪 大家看二浪是19年的4月份 19年的4月份在这 就是到位 那一直在这走 那么它真正的启动 差不多是2020年的2月份了 差不多将近有这个 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 10个月的时间 它才启动 这个二浪走了10个月以后 它才真正启动了我们的三浪 那么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讲 大家看三浪 这儿就开始放量了 这个地方开始放量了 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买点 这个地方又会出现一个爆量点 那么这个三浪 在真正我们 这个赚钱的时候 这是我们真正三浪 赚钱的一个时候 那么我们还是拿这个 个股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二浪的这个复杂情况 那么我给大家列出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 就是这个星节惦记这个图形 因为这个二浪的几种情况 就是我们能看到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 就是它的二浪的一个过程 看到这个二浪的过程 这是一浪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简单给大家画一下 就是大家要跟着我的课 就是往下看 你肯定会有些收获 比如说这是原点 这是确定的 这是我们的一浪走完了 一浪走完以后 它就开始回撤 回调 那么这就是一浪 这就是我们的二浪 二浪就是正当 大家都知道正当行情 那么二浪正当息货是什么 因为大家看 在这一浪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走二浪 就在这个一浪的过程中 一浪的过程中 那么有很多这个新的散户进来了 因为它一看到拉升 拉了一倍进来了 是吧 你进来以后 其实有的获利并不多 有的获利比较多 你觉得底下的获利比较高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B 大家看这个上面的筹码都在这上面 我给大家看 就是筹码从下面移到上面来 那么它就会发生一些筹码的转移 机构其实是最喜欢这个的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在这上面买了的 它不转移咋办 不转移就在上面 就在这上面买进来的 就新进来的散户 相当于是给机构抢筹码 它就会给你做什么 做打压 那么这个做打压呢 这个就是正当 那么我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二浪比较复杂 为什么它复杂呢 就是我给大家简单弄一个组合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列是时间 你比如说我们盘整的时间有三种 短一点的 当然我们希望是短一点 时间有三种 一个短 一个是综 就是盘整的时间长 这是三种时间 那么这边呢 就是这一列呢 就是我们调整的幅度 你比如说浅 浅浮的当然最好了 你要重的一点的 就比它深一点 那还有一个升幅 那么这有三种 这有三种 大家看三乘三九种 就九种情况 那么我们 其实我们最喜欢的是 这两种 就是它回调的时间又短 回调的时间又短 幅度呢 又浅 这样的话 就是在这盘整一下 盘整盘整盘整两天以后 浅浮的回调 就是不超过38.2% 在这盘整完以后 这么上来 这是最好的 时间又短 大家看时间就这么短 但是我们很多的 有一部分股票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激动情况 我给大家举的这个案例 大家看这个案例 就是什么呀 我们先给大家说 时间呢 短的话 一般中线 中线就是六个月 我们以六个月为一个界限 那么六个月之下的 那就是短的 那么在六个月附近呢 就是中 调整的时间 中等时间 那么长的话 就是六个月之上的 六个月之上就是长期了 比如说我们看这支票 这支票呢 就调整了十个月 二浪就走了十个月 就又盘整熄火 那么这个幅度 浅幅的话 就是38.2% 就是不超过38.2% 就在他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那么中幅的话 就是最多调整到这个50%这个地方 在50%这个地方晃悠 大部分都在50%这个 你像这个呢 他跌破了50% 那么50%到61.8% 其实再升都不好了 就是升幅的也到61.8%附近止住 那么他才有可能 要不还有失败的情况 大家都记住啊 短的 短期的 中期的 长期的 短期的时间就是六个月之下 中期的话就六个月 长期的话就是六个月之上 那么潜伏的话就是 他回调的幅度 大家看这个 回调的这个幅度啊 不要超过 就是一浪的38.2% 大家看这个就是潜伏回调 潜伏回调就是这个短线 那么中幅回调就是这条长线 中幅回调不能超过这个 升幅回调就是在61.8%这个地方 就算比较升的了 因此说这有三种情况 时间有三种 就九种情况 因此说这二浪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我们不管他二浪多复杂 大家在操作二浪的时候啊 就是很多时候啊 我给大家讲啊 就是为什么我让大家玩这个 就是我们的交易的时候 要精子打加仓呢 大家该减仓减仓啊 因为我把这个图形给大家打出来啊 就是说他这段行情给大家打出来 因为我们能看到就是说这段行情啊 我们看到他未来啊 我们看他启动了啊 三浪启动了 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行情 我们就不管他了 那么我们未来就知道 就说这个二浪啊 调整这个时间 其实我给大家讲 二浪他也是 其实也是有行情的啊 也是有行情的 那么具体二浪 大家看正当行情 我也给大家说过正当行情 我们就是什么呀 高波低息啊 大家都知道啊 高位的话 他肯定就是接近 这个一浪这高点的就是高位嘛 他一般是不会到啊 因为他到的话 他因为前面的人就解套啊 一般的有的是能到啊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盘整啊 那么我们这干什么呀 如果你要是在一浪这赚完钱以后啊 一浪该减仓减仓减完仓以后 当然你还有点底仓 我们可以在什么呀 这里面做T加零啊 或者说你也可以正常的按加减仓 这小波段去做啊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我们大家现在交易呢 就是你一定要学会看图说话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假如我们在这地方卖了一万股 假设啊 那么上到这个行情 我们一计算34这附近啊 差不多这个位置 我们呢一万股 我们就减了5000啊 就剩5000股了 我们手里面就剩了5000股啊 这那么这5000股肯定是赚钱了 那么我们看他回调 我们不管他 那么到位出现反弹信号 因为大家都学过K线信号 我们再不这5000加回来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5000又加进来了 5000在这个地方加进来以后啊 上到高位的时候啊 我们再不这5000 加进来这5000再卖掉啊 这么来回去做啊 这是最好的啊 当然你因为你有底仓啊 你可以做T加零 每一天的啊 你像现在咱们的300啊 或者科壮吧 涨幅度20%呢 你可以做T加零啊 就拿这个5000股 就可以做T加零 这么做下来的话 这二浪利润也不少啊 好像有的人说啊 老师那这个时间太长了 我是不是就 比如说我是1万股 给他减掉8000 我就剩2000 这么看着 就相当于放到自旋里面 这么盯着他行不行 行 也可以 那么大家记住 在这个二浪里面 你不要错过一个什么呀 我们的最黄金的那个买点啊 那么今天我再给大家用这个软件啊 那么二浪 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讲啊 我们看着这个图形 17块1毛7 我们看这个图形啊 这个图形比较大 我们能看见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三浪的启动点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三浪的启动点啊 我们能看见 这就是我们的三浪的启动点 那么好了 我们就知道这是原点啊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这是我们的一浪的结束点啊 大家就要知道我们这 两倍的这个地方是结束点 那么这个地方就进了什么呀 进入二浪了 这个地方整个就是二浪 大家看一个正导行情 整个就是二浪 那么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啊 那么中间呢有几次放量啊 有几次放量 那么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尤其是他翻越无均成本均线 你比如说这一次 大家也要关注的 这也符合我们的暴量点 这次也符合我们的暴量点啊 包括这两次也都符合 但是大家一看这两次的暴量 仍然没有走三浪啊 大家记住啊 很多人说了 老师我在这儿做过一次 在这儿做过一次 在这儿做一次都没有暴 但是你第四次才暴呢啊 因此说第四次暴为什么呀 大家看第四次这个暴 假如第一次没成功 第二次没成功 到达第四次的时候 我们看他的特点 大家看这个成交量啊 这个成交量是不是比以前大了 这段时间的成交量 大家看这段成交量比以前大了吧 那么尤其是我给大家说 这个暴量啊 暴量出来以后啊 还是跟一浪的一样啊 这个地方暴量 我给大家放大 大家看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的二浪快结束的时候 尾声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暴量啊 这一次的暴量 大家看也是注装的成交量 是前一天的两倍啊 那么就是我们在二浪出现的这种 并且翻越我们的无均成本均线啊 这个买点啊 这个买点大家记住 有两个条件啊 一个就是我给大家说的暴量啊 我以后暴量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就是注装的成交量 是前一日成交量的两倍啊 第一个是暴量 第二个是什么呀 要在无群成本均线之上啊 无群均线之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黄金的一个买点啊 黄金的一个买点 第一个就是暴量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的 我们的无群成本均线之上 这是两个条件 那么这个点啊 当然大家记住啊 我们在二浪做这个点的时候 大家前面还有啊 大家刚才看见了 不一定你每一次都成功的啊 但是你最终记住 最终这一次是成功的 因为说大家记住 就是我们在做个股的时候 大家很多二浪的股票啊 你们也也去搜集啊 你比如说咱们在这个过程中 好多人说老师 我在这儿也做了一次二浪 但是你没有成功啊 好多人说老师 我在这儿做了 这儿做了一把 你没赚多少钱啊 20%都不到 是吧 但是你都得做啊 你不能不做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 大家记住啊 在这个二浪 整个这个二浪的过程中 你像这个暴量的啊 翻越无群成本均线的 肯定有好多次 你看这次也是 你看这次也是 你看这次也是啊 这次也是 这四次你都得做啊 好多人说了 我都没有做 或者说我感觉它的量不大 我就没有做 没关系 但是这一次你必须得做 因为成交量明显比以前大了 比前面任何一次都大 就在这个暴量没出现之前 它成交量已经发生变化了 行情也发现上涨 这就是三浪起步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交易做出来的 大家记住 不是我们蒙出来的 根据这些条件啊 有的是我们试着 试错试出来的啊 因为说大家在选股的时候 比如这个三浪的 二浪转三浪的这个点 这是未来二浪转三浪的一个点 这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买点 最好的一个买点 因为说大家记住 我们的买点 最好的买点在这个地方出现 因为说大家自选的时候 一定要选出很多二浪的股票来 因为说大家记住 你们选股的时候 不要害怕二浪的股票啊 就说大家可以把他这个股票 你比如说在这个阶段啊 比如说这个阶段折腾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折腾 我们知道他是二浪 在这个二浪里面折腾了 是吧 因为我们看着他在折腾的 我们就找这样的股票啊 大家看 找着这样股票一天一天走啊 一天一天走 终究有一天 他会起三浪的 那当然还有好多说 老师有没有跌下来失败的 有失败的 我们就止损掉了啊 止损掉了啊 今天时间关系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收看